我上任的時候就講過 心力99除弊1% 就是希望拉動高雄的經濟 趕快讓貨出去人進來 那弊案這些只要有發現 絕對依法 移送檢調偵辦 這個是絕對是如此 那現在發現 經過這次議會的質詢 我們發育到很多的弊端 而且自己我們政風單位 也開始進行了解 如果有這麼多的弊端 我會調整未來市政的重心 除弊跟心力 雙頭並進 我想我已經採取這個結構性的調整 未來各位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本來講說 我現在就是要讓高雄發大財 我99%的心力都用在心力 但是1%除弊 現在不一樣了 誰叫這裡面妖魔鬼怪這麼多呢 當然要好好的來整頓一下 所以文三伯 他剛才說 現在我心力除弊 我雙頭並進了 早就聽了 我給他口放好就不會 就是這樣 雙頭進宮市政有多恐怖 這麼恐怖 齊十卡電話 十個公文主動 走出來 進政那邊走到哪裡了 各位 你們不認真去想一下嗎 再來如果沒有進政 發現那個 你未到辦公室 五六十元 只說要拿回頭 我們真的說 說那個公沒有幾天了 講過過天了 再來我這樣說 這個公文到底是什麼情形 我剛才要請各位 我們進入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這是電腦嘛 電腦 過去如果以高 沒辦法以高就 不好意思 我不願意 就一定是對方那些無敵的 還是不可以 這也不可以完全以高到清掃嘛 因為就不正銀嘛 至少也有財產清掃嘛 現在是怎麼會以高的公文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你們大家都不覺得很奇怪 還有一個最清楚的 為什麼要設定融化這個東西 一定是受到有認可的 會議嘛 有會議這些人都不用說卡政策 法治局的貴檔 金巴治呢 你們當初的政策 這些人都不接近 都不會去對說 我公文是不是 當時執行成效到多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還有前輩都知道嘛 到年代都在檢討主心理的問題嘛 這個公文競言四年完 而且還要到高接了 還沒有辦法入境政策 高接的人是聰明或是貴心理 不然怎麼會有可能會沒有高接過來 這是合理的懷疑 尤其到現在發生這些事件 我才能看到 我們電視台報的 我只能看到 哪有更多要討論 我們內政部長習高雄說 那個治安理啦 治安最壞的啦 是高雄跟台北嘛 靠牙子正直本不分 這個議案是上的政策 現在警察局長是上官的 內政部長啊 你自己跟他說我們高雄壞 你是要上班 你解決了 要叫韓國會那顆差 高雄不好都不是我的事啦 你這樣想 我們高雄這些市民 我在這裡給你們好用 你們對韓國有一個期待 五國多月啦 替你們美龍山啦 替你們普通 替你們鐵子就叫啦 你要再叫什麼啦 裡面還要這麼多 來信通話費還要這麼多 脈十幾趟 這麼多 韓國不夠累而已 你們希望他大破大力 正是對一行做不夠了 整個議事消息 中正四十八點前 這個眼睛不時 勤勞金 越來越散 三比八你看可憐沒有 你們在想說 他沒有大破大力 說市民 正是在跟我說 香港才會那些人那些 但不是開口不好 會吹開啦 什麼就夠了 韓國都不明明 做生做死 拼到這樣 還有什麼人要求 還有什麼人要求 這是怎麼樣 要跟高雄點台銜金 點台銜金 點台銜金 就真的黃金銜出錢 地匯高雄現在出獄了 大家說有要拚得到 要有良心 高雄 韓國今天如果有法度在那裡好好做 他有可能要給他人點 他身體這麼賺得到 以前發覺高雄已經沒法度 有的很多事情 他沒有金錢 他沒辦法 可以給我們市民做這個交代 他不得意有 聯合有一種的想法 這樣才不對 不然我也是在那裡 出四個年 出四個年 對市民還沒辦法交代 那不是他的本性 那絕對不是他的本性 他也是中間 對市民有一個交代 要怎麼交代 我的管理我增幅前做不到 我當然要收 我做得到的辦法去做 而且你們這些市民 對其他這麼高 對他來說 也是相當相當大的負擔 所以一定要這樣做 一定要找出改革的方式 這也是負責我們市民的其他 所以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我們拜託一下 不要再丟槍給民進黨去打 沒有意思 國民黨的好朋友 也不要隨便提供子彈去讓 對手去打 打死韓國瑜對上都沒有好處 對我們高雄市民是最兇的 這是我們對他目前最大的期待 不是真的沒有打理打破 人已經做到這樣做有做壞了 不好再跟人一起想 就有所謂的事情 就有所謂的事 不管你對什麼人 有實質沒剛好的工作 不然你直接跟韓國瑜說 我幫你保證韓國的半島堤 王親國籍半島堤 不然理家婚 就把你教成幫你半島堤 但是你看現在既然韓國瑜都已經什麼 他都已經講我要改了 我要心力除幣 我要雙投並進 所以換句話說 可能什麼 可能該換的人要趕快換 該查的案子要趕快查 對我們剛剛韓國瑜他講 之前是99%的心力 一分去除幣 那現在是雙軌並行 就是我一方面我要心力 一方面我也要除幣 另外除幣要怎麼除幣呢 他現在一二級的主管 他現在說整個市議會總執行結束 他就開始要來調整這些人士 有人有問題 有人沒有市府的向心力的 他就策換 另外所有有問題的案子 都要交給警方來偵查 像剛才韓漢講到的 這些問題不是在於什麼 就在於這根本不該發生 這不該發生之後 然後你又解釋不出來 到底為什麼它會發生 現在都交給警方來做偵辦 不過我們看到好多的 議員現在在旁邊 尤其是民進黨的議員 徹議的 開始在講說 沒什麼 假鬼假怪 你現在是在轉移焦點 你自己有些醜聞 你有一些非文 你就拋出這些來 問題是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就抓到了 另外還有說自導自言 這個會不會是你自己人去做的 因為之前有一些所謂的這個非 是不是所謂的非文 什麼錄影帶 然後就要轉移這個桃色的焦點 也因此這個時候就要趕快 自導自演說這個裡面有鬼 所以要趕快來抓鬼 好來 但是我要請教一下洪文議員 洪文議員我們看到其實 這些都是明擺的事實 公文的確有流浪過 那鑰匙也的確是蹦出來了 真的有人就潛入市長辦公室 那偏偏在這個時候 市長都已經講了 我要趕快心力除弊 雙頭並進 所以他接下來一定會有大動作嗎 其實這個高雄連續發生這麼多 非常離譜的事情 而且都是罪證確鑿的事情 那你看到包含前團隊 陳菊的團隊呢 或者民進黨都用一種說法 就說哎呀 這就是你韓國瑜想要轉移焦點 你會發現他們並不針對 這個事件的本身去做說明 因為他發現他也沒辦法說明 所以他就說這是轉移焦點 可是問題是如果沒有人真的偷偷摸摸的 40天裡面5次潛進這個市長的辦公室 請問一下韓國瑜如何轉移焦點 如果今天你這個公文不是消失了4年4個月 而且可以證明完全沒有登記在案的話 請問如何轉移焦點 你不可能拿空的事情 我沒有在製造一件事情 這個都是罪證確鑿 我要講罪證確鑿 有憑有據 那剛才說韓國瑜要不要大破大力 我認為韓國瑜真的要大破大力 那尤其很好 他說等到總執行結束之後 他決定要對整個高雄市的團隊做一個盤整 這是需要的 因為有一些人是還在混水摸魚 有一些人還在貪戀前朝 甚至在幫前朝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你看最近這幾個事件不就是如此嗎 所以第一個你到底有沒有向心力 你到底有沒有服務的精神 還是你只是偷雞摸狗 貨水摸魚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些的主管 把它弄清楚 那樣你的整個整隊才會一致 當你這個市長 市長就像船長一樣 當我開箱前面的時候 後面不會有人再給我作怪 或者他就是往左走 往右走 就刻意的去破壞你 另外我也建議高雄市政府 真的要好好的把相關過去高雄市的弊案 非常多的弊案 要把它整理清楚 提供給檢調單位 當然我們說現在因為 還是在民進黨執政 那非常多的檢調 包含我們的法務部長 還有很多的地檢署的署長 都是民進黨可以控制的人 可是你必須要把這些相關的市政 比如說包含慶富案 比如說包含這些氣爆案的 這些相關莫名其妙的事情 待會我要談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是有多麼離譜 太離譜了 那你要把這些相關的一些 事實上以我們來看 都已經是弊案了 對 比如說你高雄銀行 在整個慶富案裡面 你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當年如果不是高雄銀行 去幫他作保的話 那些銀行團是不會 貸款那麼多錢給慶富 然後最後慶富 這個小籃本 最後還竟然能夠潛逃出外 已經造成這麼多的呆帳 所以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相關 比如高雄銀行 你的角色是什麼 還有包含陳菊的親信 為什麼在定罪之後 可以在高雄也一樣 也可以逍遙法外這麼多年 一直等到 等到韓國瑜上任之後 他才被抓到 所以請問一下 你內政部或者行政院 你們還有臉說 高雄現在的治安不好啊 高雄治安不好 那請問一下 以前一個通緝犯 可以在高雄逍遙法外四年多 請問那樣子是好嗎 他上來之後 立刻把他抓到啊 對不對 立刻抓到就去 過去都抓不到 後來一上任就抓到 對一上任就抓到 那時候還多離譜 他還開臉書 還可以打卡 還可以拍照 台灣還像話嗎 囂張 對囂張到這種地步 然後你覺得那個時候 高雄治安那麼好 是不是 所以這個已經通緝犯 還可以打卡 還打卡在臉書 把照片PO出來 你覺得那時候 高雄的治安非常好嗎 我真的拜託 蘇珊昌也好 或者徐國元也好 你們應該閉嘴 丟臉 不是很丟臉的事情嗎 回到剛才在講 那個消失的公文 那個公文書啊 事實上 它代表的是 高雄市政府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債權 那大家都知道 因為當時七暴案 一發生之後 高雄市政府 當時也為了要 推諉責任 他告 他把相關的 那個融化他去告 對不對 他那個 華運倉儲他也去告 中油他也去告 他通通告了之後呢 而且相關呢 他就要求這些廠商 要把他的債權 抵押給高雄市政府 那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 到時候有他們 要規則於他們 不怕他們跑掉嘛 所以我至少 我扣押他的地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相關的債權 所以這個公文書 跟一般的什麼會議紀錄 還不一樣喔 他等於就是你們 高雄市政府的 現金啊 支票啊 你所有的債權的資料 那麼重要喔 所以他才要保管到 高雄銀行裡面去嘛 對 你這些債權 你當然要好好的保存嘛 而且通通都要列冊 登記在案 然後誰轉給誰 誰轉給誰 一一都 這樣才能夠去查嘛 對不對 那怎麼可能 23億5000萬 這是一筆大數目嘛 對不對 而且氣爆當時 你高雄市政府 應該是非常非常重視 你拿來之後 就應該 立刻的把它登記列冊 立刻的保管好 我剛剛講 他就如同是 高雄市政府 重要的債權 你怎麼可以把它 隨便丟到抽屜裡面 或隨便放到辦公桌上呢 一放幾年 都沒有無人聞問 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 人家現在追查到了 你今天的前那個 金發局局長 我忘了他叫做誰啊 丟臉 他竟然說 韓國瑜 你是為了你的緋聞 再轉移焦點 不要臉 所以我真的要求 高雄市政府 把這些案子 通通移給檢調 還有監察院 我認為 查起來 他們都吃不了兜著走 對 等一下 那我們要看看 今天呢 當然我們所謂的 一連串 過去你看滅寒的行動 好像是一波 接著一波來 你說這真的是 所謂的空穴來風嗎 恐怕不是吧 因為有越來越多 奇奇怪怪的案子 那真的不是所謂的 假鬼假怪 那偏偏呢 有資深的媒體人 卻評論了說 這完全是你想像出來的吧 想像的暴力 比真正暴力 還要來得更可怕耶 但是 真的是像您所說的這樣嗎 這位非常資深的媒體前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